欢迎回到早点新闻 冬天很多人都会去泡汤 但是很少人知道 温泉形成的石头带有能量非常罕见 台湾北投地区就有这种稀有食材 它的名称就叫做北投石 这块看起来貌不惊人 颜色灰灰白白的 就是罕见的北投石 看清楚咯 这只有上面三四公分厚的地方 可以被称作北投石 北投石形成条件 很严苛 要清皇温泉的泉水 在特定温度才能造成 北投的这个温泉 它从一百多度下降 当它下降到九十度的时候 它开始会结晶 当它又降到七十度以下 就不会结晶了 一百年才能够形成一米厘 很薄了一米厘 清皇温泉里有放射性元素雷 所行出的北投石 当然带有放射能量 下凉气一靠近 啪啪响个不停 五千六百多 据说这样有微量放射的北投石 对人体有益处 就像干的温泉 靠近身体渗透地方 可以减轻痛楚 珠宝展场上 还有难得看得到的大块琥珀 各式各样的玉石 这辆精心的珠宝大展 绝对可以让大家大开眼界了 你的新闻适合我到 休假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喜欢去淡水河来走走 而整之后的淡水河 已经成为台